請陳主委 請陳主委 陳主委前一陣子中國的股票齁 在中國的公司股票在美國上市 結果發現他的財塊報表造假 倉皇下市這個事情 我相信有從媒體上有得知嘛對不對 是有看過嘛好幾家都有問題 那所以我現在問題說 中國的財塊報表 他的可信度到底多高 我們常常看到說很多的媒體批評說 中國的財塊報表很多有造假的狀況啊 不一定是只有私人的喔 甚至連公家的他都會造假 你是不是曾經有聽過這樣的事情 跟文委員報告這樣子 就是說財務資訊的有效揭露 其實本來就是會計界齁 他一個這一個 但是中國他不有效揭露啊 你有什麼辦法做什麼 嚴肅的課題啦 那所以其實這個是每一個地區齁 每一個市場都要去努力的啦 問題是他不努力問題是會牽連到我們啊 因為你要建構一個具有兩岸特色的金融什麼業務不是嗎 所以你那個兩岸特色就是變成 雙方的互相冒對方的風險很大 台灣的財塊報表如果有可信度 結果中國的財塊 財塊報表是有問題的 我們會被牽托進去呢 你的報告裡面 在第十二月有提到說 你有依據國際跨境監禮規範 進行有效的管理 我想請問一年來齁 金管會相關局處到中國辦理的金融監督管理檢查的情況是怎麼樣 有沒有提出相關的數據啊 另外 到底是能夠有辦法實質監禮嗎 還是只是照中國的財塊報表 書面作業看一看就算了 這部分能不能請你回答一下 是這樣子齁 第一個我們的銀行業齁 他的那個業務的執行是到今年的事情啦 那至於其他的行業當然也比較早 不過那個都是合資的子公司啦 那他們現在的財務的監禮呢 主要是透過會計師去查 我們這邊的會計師可以過去查 把那你公家到底有沒有過去查啊 我們的會計師有過去查 另外的話在這個 我們的會計師是指個人營業的會計師還是金管會派去的會計師啊 我們基本上面我們會計師都是要這個符合我們會計師的那個 會計師是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嘛 他很可能是私人營業嘛 我跟你說實話啊 因為我以前在法院待過很久 會計師也有可能前而不實啊 那到中國去如果你是這樣子 我們的會計師去中國出個拆 在這邊一頁的會計師要簽個報表回來 你就相信喔 我很擔心耶 我們的會計師他必須激照他會計準則來處理 那當然啦 會計的審計準則來處理 我也當過律師啦 律師也都要遇照律師法來執業啊 你跟我講的東西是 你不要跟我講那個教科事 我在問你說 你自己的報告十二頁有講說 以國際跨境間體規範進行有效的管理 那你這裡面既有管理又有有效 我才問你說中國的財塊報表 你如果確認他是真實無誤 還是確認他是虛偽的 那有沒有去這方面有沒有去處理 我剛剛跟吳委員報告 因為會計的查核的品質 其實都是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市場 大家去努力的啦 所以你意思說 將來譬如說 有一間這個 我們去參股也好 然後怎麼樣子 我或是說 把台灣的銀行去那邊開分行也好 結果那邊的這個企業來跟這個分行貸款 那財塊報表都不正確 然後反正帶給他的 你就銀行致富 萬一在那邊倒閉了 拖累到台灣的本行 那不要緊 因為我們都有會計師 我剛剛講的並不是說 我們就一定要去認為 人家的查核報告不正確 而是說 他這個本來就應該尋找 會計師查核簽證的準則 而這是國際會計 國際準則的 那這個本來就是每一個地方的話 所以你們的金融 你們的金融監理師 只要有會計師提出報表 你也不管他的他的財報 快那個那個 你們也管他的財報資料到底正不正確啊 只要是會計師簽合都認了 基本上是在管的 在台灣是這樣嗎 我們這邊 我們基本上 我們在整個財務監理機制上面 也是主要是讓會計師來負責主要的任務 那當然如果必要的時候 是會有一些這個專案的檢查 那如果這樣講我覺得你們的檢查局 或是說這個金融監理這方面不是做 做得很寬鬆嗎 只要一個會計師敢簽 我這個我剛剛講的財務的部分 但是呢他有一些內空內積的問題 還有一些這一個公司治理的問題 這當然他有需要 因為我們這邊的特別 我們時間是很有限 我們只給十分鐘 所以很多問題都沒有辦法 很真正的回答到 你如果沒有辦法回答到完整的 再請用書面 回 再來 再來 要開放中國的銀行來台灣設分行齁 台灣銀行之前不是就被批評說加速太多 所以在做業務整併 不希望有這麼多的分行造成這個過度的競爭 那你中資 中銀來台灣設分行 這難道就不會造成業務排擠嗎 我中國的銀行這麼大 這麼多家 如果每一家都來台灣設分行 那台灣光銀行的分行要多多少啊 這個有沒有辦法有什麼樣子的規範 我們就剛剛講就是說 這整個都是循序漸進嘛 這有秩序的在處理這些事情 中銀來台設分行 他用的人士是用他中國人來台灣服務呢 還是用台灣本身的這個金融人員 禁用到他的分行裡面去 這當然都會兼用啦 會有比例的限制嗎 還是你們會有一定的要求 我們會看他的實際的需要 那我剛剛再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對那中國的財塊的報表 實在沒有信心啊 台灣銀行到中國去設分行 他將來跟本國的 跟台灣的本行之間 要不要設什麼的防火牆啊 你不要弄了一間分行 在中國出問題 結果連台灣的總行都倒閉啊 這個台灣人承擔不起啊 這個部分都我們有全盤的那個 風險的控管機制 那要過去的這些 怎麼樣的機制 我幾個幾個層次齁 第一個齁 他過去的營業這個桌轉金的話呢 這個部分也依照他實際的需要 才讓他過去 另外他的曝險部位 我們有總額的限制 曝險的部位有總額的限制 另外呢 總額限制是多少 總額限制的話 就全部的他對大陸地區的曝險是禁止 不能超過禁止 不能超過禁止 所以他如果在中國曝險 真的超過國內的禁止歸零 那不是倒閉嗎 先報告一下齁 我剛剛講的說 總額的曝險 是包括他的所有境外的 OBU 海外所有的分行 但是呢 那一個分行本身 主要是看 會過去的他的那個 營業桌轉金 營業桌轉金 我剛剛已經講了 營業桌轉金是要受限制的 營業桌轉金 個別省 譬如說現在我們過去的營業桌轉金的話 大概台幣 五億人民幣 五億人民幣到十億人民幣 就是這個過去的桌轉金 就像我們這邊 那是周轉金嘛 那我舉個例子 中國要做一個很大的工程 或是要做一個什麼很大的商業計畫 他要向你的分行貸款 幾十億人民幣 或是幾十億的這個台幣 幾百億的台幣 幾百億的人民幣 如果你覺得銀行分行就是說 欸財塊 報表看起來很漂亮啊 這個穩穩坦的我就快跳下去 結果最後 跟務員報告 這樣子啦 第一個這個我們雖然名稱叫營業桌轉金 是因為他是分行 但是事實上就是類似像資本的性質 那資本金的話 他能夠有多大的槓桿 這本來就受限制的 另外的話 他每一個案子 他應該給他多少的額度 這個他本身在這個銀行裡面 他內控 他的內控內紀也有受限制 他不會說一個案子喔 一個分行就只有這麼大 然後做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從這邊又匯很多的錢過去 不會這樣子 問幾個國內的問題喔 第一任台灣的國營 到底總共鋪顯多少 台灣的銀行總共鋪顯多少 第一任的話 我們大概是全體 全體放 欸差不多是 六 看現在 差不多兩千兩百多 那當初政府 百分之一啦 我們總放 上一屆我沒有當立委 我上一屆停了一屆喔 我在報章則上看到 政府 鼓勵銀行連貸給D-RAM 結果現在D-RAM 負險這麼大 政府有打算要負什麼責任嗎 還是叫銀行說 你自己回去 自己回去吃自己 這個 政府沒有說 所謂鼓勵 這個銀行 帶給D-RAM 哪有嘛 總統在報章上講說 不就D-RAM 不配做政府啊 那不是造成工股銀行 要連帶給D-RAM的一個壓力嗎 不會 這個兩兆雙新企業齁 其實是在這個 就是說 五年前就已經有這樣一個政策了啦 所以這個整個政策呢 其實 就是說它是一貫在那邊下來的 我現在是要問你這個問題嘛 因為我們的 銀行 就算是 公股銀行 也有很多的民間的股 股東啊 我舉一個例子 易銀 華銀 張銀 過去的張銀 這些都有在台灣上市的嘛 那你政府鼓勵人 公股銀行 貸款給D-RAM 連貸 連貸現在D-RAM 負險這麼大 那你跟他講說 因為政策這樣 因為這樣 這樣政府就沒有責任了 我跟吳遠報告 我們對銀行 他的業務的經營的態度 就是我們要求銀行 他本來就要依照自主經營喔 然後根據他的受信的準則 去處理他的貸款 這本來就是我們 一概接近的態度 民無信不利啦 何況你政府鼓勵人家貸款給D-RAM 造成那麼多的曝險 現在叫他 開始回去 回去 我覺得你這個樣子 將來 怎麼樣子 有什麼樣的臉面 再要求什麼的公股銀行 連貸給哪一些 哪一些的產業 或是哪一些的這個 這個 這個公共營造的 這些的事物啊 因為照你的講法 所以要負險了你自己負擔啊 因為這中間也參與你自己的評估啊 那你這樣子的 你這個公股 政府的公共政策 怎麼樣去指 怎麼樣用這個公股銀行 來去做你的政策的這個工具呢 這個在我們銀行金融監理來講的話 對銀行的放款 我們本來就是一貫的態度就這樣 這也是全世界的態度 因為我是金融監理機關 我最重要就是銀行的穩健監 這是我最重要的職責 是沒有錯啊 但是問題是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 政府不應該拿這些銀行作為你的政策工具啊 你怎麼可以拿這些銀行 要求他們連貸給這些產業呢 我剛剛已經報告了 所以這整個的作業 都要依照他自己的受訓準則去處理 好 另外最後就是 還有一個請你書面回答 國華人壽接管的到現在的營運狀況如何 那對這些的這個保護的權益 要如何確保 謝謝 謝謝二位